新北市長侯友宜視察學校營養午餐 有沒有萊豬親自滴檢驗劑 沒有問題還要確認學校有沒有按照SOP走 侯友宜確保學校豬肉製品沒有含萊克多巴胺 才敢讓學生安心食用 反萊豬侯友宜大聲說 那這裡面絕對不可以含萊克多巴胺 但除了反萊豬之外 公投還有其他三項 侯友宜沒提沒表態 國民黨在新北造勢活動也沒參加 朱立倫在臉書上宣傳活動 底下特別謝謝新北市蔣跟黃議長 立乾隆中平會主席團主席號召 但沒提到侯友宜 而侯市長對國民黨公投態度也遭到質疑 中央應比利益慢面對核安 面對核廢料 拿出你的魄力的決心 以科學的方式去面對解決 這是一個態度 侯友宜堅持扮演他的角色 展現民意 不過也被認為只是挑主流民意下手 避免爭議 因為萊豬公投是比較好講 而且現在的民意也比較高 所以講萊豬比較能夠獲得大家的認同 侯友宜對四大公投 堅持自己態度 不跟國民黨走同路 TVB新聞 我會留下台北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